我认为这个事件 是可以把它弄成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社会运动 就看国民党怎么做了 我觉得有几点国民党可以做 第一个 要不要有一个针对网络霸凌的专法 如果现在我在立法院我就会推了 昨天我在一个电视台里面 那么电视台接扣印 有人就问我 我对于这网络霸凌有什么看法 我直接了当然就说 应该定一个网络霸凌的专法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要追查杨慧如的上限 谁在指挥杨慧如的 谁在提供杨慧如资金 为什么我在中游 台湾的中游做过董事 杨慧如跟中游勒索过钱 他要五百万 他理由是他有五百个账户 一个账户收一万 所以收五百万 帮你中游骂一些要批评你的人 后来没有答应 我看董事会我看的这个案子 我说绝对不可能同意 但是他对别的机构 听说很多是勒索成功的 谁给他这个权利 在立法院里面 解系的立委 有个姓管的 也都在帮他做为事 摆平很多问题 他对外也号称 好几个谢系的立委 还在给他做靠山 所以有很多的公营公司 很多的地方政府 不得不给他钱 给钱消灾 所以你要必须查出来 他的上限是谁 他的组织是谁 第三个 你怎么能够放过谢长平 今天你要知道杨慧如这个人 杨慧如这个人 是一个见钱眼开 有钱就帮你骂人的人 而且骂人骂到 骂死人程度的人 所以没有拿到钱 杨慧如怎么会有 有这个闲工夫 去帮他的老组织 老东家谢长平讲话呢 转移交点呢 他最多就发几则文 应付了事 他怎么会动员旗下的网军 把书启成骂到死呢 那赌定跟谢长平之间有勾结吧 所以谢长平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呢 他现在躲起来 还想推卸责任 我认为国民党今天台关 抗议是对的 这样才把事照大了 但是抗议完之后 还必须有后事 还必须有后面要做的事情